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妮 刚下班刚进屋把小柚子接回来 现在赶紧要去带小柚子去休亚 最近我们家这个日子过的呀 三口人的日子过成了 好像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带个孩子 就最近给我忙的呀 刚换好衣服呀现在要出发 为啥我说过得像单亲妈妈呢 因为最近柚子爸爸开始上夜班了 他上夜班呢就是 每天我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在睡觉 然后我跟小柚子回来之后 他已经不在家了 他就去上班去了 上夜班不是可以多赚一些吗 多赚一些就是起码一个夜班下来 多挣个钱就够生活费了呀 够当天的生活费了 所以他就选择上夜班了 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 然后平时都是下班之后 两个人一起带孩子做家务什么的 所以说现在他上夜班了 这些活都是我的了 我就特别特别的忙 现在得抓紧去牙所了 因为给柚子约的是六点 柚子吧最近这两条 给他刷牙的时候 发现了他出现了虫牙 就牙坏了 所以说赶紧要带他去补一下 快穿啊柚子 外边还下着雨 快走 刚到我俩 这是焦的 我们俩还没吃饭呢 一会儿新的牙再补一下吃饭 挺不挺 小孩子修牙 小孩子牙坏了一方抓住 既然说他到七八岁就坏牙 但是说呢 他坏的牙也一定要補好 而且在日本这小孩子 看病啊什么修牙啊 都是不花钱的 只要是你在日本 有长期的再为签证 你就可以享受这种政策 压缩可忙了 在日本这压缩也可终了 跟便利店似的 你现在想妈妈了吗 哪儿想了 脸想了 是脸想的吗 可真是 太宜败 Mother 太宜败了 太宜败了 非常似乎 你看看 太宜败了 甚至 太宜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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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瓦 草稠 这个小孩子好棒 全场没有哭 很负荷 厉害哟 还是家伙的小 就比较不疼 小孩子就很喜欢 但是大喜欢的就会疼 好像没事很享受